弟兄姐妹你们好 我是陈瑞基牧师 是以马内利华人精心会的主任牧师 今天是3月17号2020年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报告 是给我们以马内利华人精心会的弟兄姐妹 而做的特别一个报告 在3月16号的时候 我们国家的川普总统 已经下令了一个 特别对新冠病毒的一个指导方针 许多的学校跟餐厅其实都已经停止了 那我们因着这个改变 我们也决定在未来的两个星期 我们会停止实体的敬拜 就是不在这个教会里面来做敬拜 但是在这两个礼拜里面 我们会在礼拜天的时候 还是会有直播 而这个直播只有是讲道 那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在礼拜天的时候 在敬拜的这一段时间 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 或者是我们YouTube的这个视频上来看直播 如果你来不及看的话 其实在这个YouTube的直播 他会把这个直播到后面还是可以看的 这个时候呢 虽然我们其他的活动都停止了 但是我还是鼓励我们的团契 每一个团契 特别是团契的负责人 能够在团契之间 能够组成祷告 就是用这个网上 或者是用这个APP来祷告 因为祷告 是在我们这个时候 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可以围着这个疫情祷告 为美国祷告 为全世界这个灾情来祷告 当然也不要忘记 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 为世上灵魂来祷告 所以这个祷告呢 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自己的来进行 如果将来有任何的这个新的资料 或是报告的话 我会尽量用这个方式 把这个视频呢 放在我们的教会的网站上 所以呢 弟兄姐妹可以常常来点阅 我们教会的网站 最后呢 还是劝勉弟兄姐妹 如果不是有什么事情的话 就尽量留在家里 尽量的好好的照顾自己 还有自己的家人 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你的观看